歡迎收看房市關鍵報報 歡迎收看房市關鍵報報 我是陳文欣 馬上來關注今天的熱門關鍵字 今天的熱門關鍵字就是單身 現代人晚婚再加上不婚不生主義者越來越多 單身戶也隨之增加 而根據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資料顯示 去年第三季未婚戶長的人數 比十年前足足增加了33萬人 根據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最新資料顯示 2022年第三季全國未婚戶長人數達到142.2萬人 從十年前的109.2萬人統計 至今全台單身戶足足多出了33萬人 而其中以新北市單身戶長人數最多達28.1萬人居全台之冠 其是單身戶長人數第二多的為高雄的19.6萬人 台北也有19.4萬人之多 值得一提的是觀察各縣市變化以新竹縣增加的最為誇張 近十年增幅將近七成達64.8% 是成長率最高的縣市其次則是桃園及苗栗 對此全球居不動產情報室總監陳秉承也提出了看法 高房價是不是會去助長單身的情勢其實還是很狀況的 一方面呢很多的民眾 他反而是在婚後的時候有機會去做買房 因為雙薪的收入再加上說如果結婚的時候長輩有一些經緣 反而更有買房的機會 那另外一方面其實呢如果真的是因為高房價的受限 導致於說在資產上面的負擔是不是比較大而難以買房 其實呢我們都還是可以看到有很多民眾 他們在結婚之後呢是持續去做租屋的 那也就是說如果說資產上面有一些限制性的話呢 他可能不見得只是在買房的方面 他還有其他方面的限制 才會導致說是不是打消結婚的這個念頭 那還有很多的民眾是其實呢 國人在這個買房的觀念上面更生地固 也就是說他可以做資產上面的保值啊 或者是未來的增值啊抗充膨啊這些效益喔 所以大概在單身的時候也會有這個購置房產的情況 那當然他也可能不需要去這個依靠這個婚姻的情況才能購物喔 那這樣的狀況可能都會是說房產啊 他跟婚姻之間的關係性喔到很難去一概而論喔 那如果是我們去觀察其實有一些現實喔 他是不是在這個單身的情況上面 跟房產之間有一些關係性喔 我們可能可以觀察到喔 現在因為買房的趨勢喔 大致都是以低種啊或是小宅為主喔 那如果說這樣的量體比較大的區域 他們其實倒也不見得一定要依靠婚姻的關係才可以購置喔 那再加上現在時代的潮流也比較走向說晚婚啊不婚的情況喔 所以這樣的狀態之下可能都會是一些縣市 他可能如果說有比較好的這個低種啊或是小宅型的產品的表現 就會發現說他們是不是也會相對之下有比較單身的這些戶別喔 那比方說這個新北市他就是有因為在台北市買不起房喔 而外溢的效益喔然後有一些比價效益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上面可能就會看得出來說 他有比較多這種低種小宅而且又是單身的戶別去做購置 而造成這個數據上面有比較明顯的表現喔 那另外其實像新竹線他本來就是一個這個近期喔 才有房市價量表現比較強的這個情況喔 那所以呢如果我們說他以這個時代去做一些比較性的時候 就會覺得說是不是在目前的情況上面 他有比較這個突出的表現喔 那當然另外一方面也是在於說其實在竹科有很多單身婦人的情況喔 那他們如果在當地去做購置房產 或是說投資的情況上面就會造成說 可能他有一些帶動這些新竹縣市喔 有一些單身戶別的情況喔 可能就會是這相關數據表現出來的結果 每週收看房市關鍵報報帶你了解更多的房市資訊 不管是買房賣房的知識或是新聞我們都會幫您整理 現在就按下訂閱並且開啟小鈴鐺 更多精彩內容不錯過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報報內容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